中過水炮車、橡膠子彈、中磚 子彈彈射射到我們都有 我們的法系人說 你有什麼能力為社會做什麼 我們的能力是拍照 我們成立在反國教時期的公民記者團體 我們的記者或編輯都是義務正則去做這個採訪 我們的結構是比較平坦的 沒有說誰是主持人 始終大家都是義工 有空就做 大家都有份正職的時候 沒辦法逼 日想下去的話 應該大家都看過了 所以我們想選一些非新聞 非時序性的事情去想 對這個題目有不同的理解 我們理解了三個層面 首先就是示威是你的日常 示威影響你的日常 示威與你的日常是並行的 平衡時空 有人在示威 有人在做你日常的事 第一題目是 有一天上班前 在餐廳吃早餐的時候 正在看電視 說劉爾昌 有一篇文題提及六七報道 我就不如用這篇文的角度去想想 如果我們用死蜜的角度去理解 這場實範修例運動 我們會做到什麼呢 因為某程度 我們這些死蜜的照片 我們沒有專程去用 我們只是找回我們以前 剛好拍到 但我們不會出去 新聞上的照片 導展的地方一定是難找的 正式做Gallery的地方 一來過二來 可能他們會有很多的考慮 以考慮他們不會按照他們做 所以對我們說 有地方願意讓我們做 其實我們是很開心的事 幾次來都是看文化沙龍的 對我來說 這個場地就 比較像一個Legger Villeter 多於一個咖啡 進來這裡的人 很舒服地享受 這裡的咖啡之餘 希望他們能夠以一個 放心的心情 透過我們這些照片 希望他們想到 我們的生活 其實原來跟社會 跟政治是在一起的 可以讓我們來看 我們要去看文化沙龍的 我們要去看文化沙龍的 看文化沙龍的 我們要去看文化沙龍的